今天要和大家演後瓶這個作品 是我們第一批看的作品的其中之一 是浪人劇場緬甸歲月的製作精美的場刊 正衡也拿了一個精美的海報出來 今天請來鄭正衡和我們分享一下 George Orwell 的作品 這個作品我覺得對我們一般了解浪人劇場的 一些改編的作品來說可能有少許不同 因為他自己的場刊裡面寫 我們以往都做很多香港本土的文化作品的改編 但其實近年浪人劇場都開始探索一些不同的文本 這次就用一個大家都很熟悉的小說 雖然我沒有機會這樣看完的作品去改編 我覺得這個改編在這個時間裏面去發生 無論是疫情還是可能裏面說的某一些狀態 都似乎可能令觀眾會有很多不同的想像 或者正衡先和我們講一下這個原文本 因為其實大家可能熟悉George Orwell 都是另外一些 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文本 但是這個緬甸歲月其實也挺影響到他寫作的某些電機的 無論是內容的開拓還是他自己的一些看法 可不可以先和我們分享一下緬甸歲月的文本嗎 好 緬甸歲月就是手頭的鐘營館 其實也是George Orwell 第一個長篇小說的作品 也是一個重要的作品 因為我們從中可以多多少看到他早年的歲月和權力的思考 我一提到權力也是一個關鍵詞 因為我們無論是看《動物獄莊》 《動物獄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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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 《1984》 我猜大家很多時候都會很容易將他和當時極權主義的 很猖獗的一個年代 將他的小說和他的作品和他的時代來去對補 正如我們看過劇也是 一開始我們看到他也說 我們熟悉的都是那兩部小說作品 他又想帶進去這部George Orwell最早年第一部的長篇小說作品 在這部作品裡面 如果簡單來說 其實就是一部挺有劇情的作品 而且是一個很寫實的小說 而且是很容易追蹤的一部小說 因為裡面有很明顯的主持角色 也有劇情 主要的情節就是放在一個緬甸 George Orwell本身在緬甸也生活過一段日子 有五年生活的時間 接著他的觀察 他就透過John Flory這個木材商去緬甸工作 在裡面他就見識到當地的殖民地底下的管治的英國人 也有對於西方、英國以至西方文化或現代文化 很有養霧感的一個醫生 我們剛才看的劇集也有這個角色 也有陪媒著很複雜的感情關係 包括她的一個情婦 以至於一個由英國轉接到緬甸的一個女子 產生一個感情的關係 所以看這個劇集的時候 如果看這個小說的話 其實就完全是陌生的 因為他都是依照著那個小說裡面說的那些劇情去說 怎樣去面對 John Flory就好像一個兩面不是人 整個劇情就是他一方面有很多同情 但明顯地在殖民地工作的英國人就不會同情 有一個很尊卑的歧視的眼光 另一方面他始終都是英國人 他很同情緬甸人 但也跟他們有一些距離 而他的兩面處於中間的位置 在劇情的後面帶給他一個轉機 也帶給他一個危機 這個也帶給他一個 其實這個 如果我還文學過杜榮去說 這個小說是看到George Orwell的能力 作為一個寫實的能力 而要寫小說的最事的能力 但其實我不太欣賞小說的結尾 我覺得那個結尾很闖綴 而且結尾似乎那個轉節 也是太為劇情推進去寫 所以我覺得這個劇情有點難調 另一個我可能想說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又關乎到改編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這個小說最成功的就是 緬甸的野心家 我覺得那個波金這個角色是寫得最古的一個角色 就是他的文學筆法是一個帶有魔性的壞角色 我覺得很重要的可以提出一點點 就是因為我們從中已經看得到George Orwell對於人的權力 對於權力分心那件事 以及權力的宰濟那件事 這個是他一直都不會掉的一個很重要的 由每年歲月去到動物狼莊2至1984的極權世界 我監控世界 我覺得這個是 我從這個小說來覺得最重要的是 對於權力的敏感 對於那個人的野心權力的刻畫 我覺得是這部小說的最成功的地方 也是這個劇我覺得很難改編的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正在說到這個裡面的有些角色的反映 亦都跟作者本身的一些關注的人性有關 因此去到一個舞台上的表演 其實那個叫做全色或者叫做一個改編 其實我們都很期待看到 無論是導演也好 還是是負責的 這些不同角色的演員也好 他如何去將這件事可以表達出來 因為這次其實幾位的演員 他們都除了他演繹角色之外 其實他都有一個敘事者的參與 變成某些時候 其實他都在猶豫在一些不同的狀態 因此有某些狀況裡面 我們都看到似乎導演想透過這種策略 或者那個角色安排的某些方式 令到我們讀者好像可以 或者我們作為觀眾 可以沿著剛才正衡所說的思路去找回 George Orwell 本身 其實如何去看人性這件事 但正如剛才正衡所說的 這件事複雜的位置就是 其實因為他又不是非常可以說的 不是非常戲劇性地去處理 或者裡面的一些情節 因為有些時候他也用了一些手段 令到我們觀眾看起來 似乎有些抽離 又在一些位置上 他又有些方式的表現 令到我們又好像有些 你是否想我們產生一種疏離 或者格格不入的感覺 是否呼應剛才正衡所說的 那個角色裡面 某種兩面不是人的狀態 在這種表演上的猶疑 或者表演上的流動 其實令到這次的改編 我覺得在觀演上 其實對觀眾的挑戰都大 我不知道正衡怎麼看 在表演上 他這次沿用的這個策略 Bernice提到 由故事去如何呈現這個故事 我們都知道 其實這個改編 其實用了六個演員 六個演員 剛才Bernice也說過 他們也有敘事的角色在裡面 他們要分析幾個不同角色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 George Orwell的《面前歲月》 是比較適合改編電影的 我覺得是 即是一段視劇 其實是幾有商業的元素 在裡面 因為裡面有些場面 有些野心的 又有愛情 又有這些 就是 性、愛 這些元素很多 就是 你看到這個小說本身是有很多的 有些是比較商業化的 嗯 嗯 我覺得那個演員 我覺得六個都是出色的 他們都做得好 有些是 但我覺得是難的地方 他們很難做得好 我覺得是周邊 譬如我舉個例子 剛才我也很想連帶著 就是講 我覺得這個小說的 寫得最好就是波金 嗯 我覺得是 這個是連繫到George Orwell 剛才一直強調對於權力的敏感 嗯 我覺得要演波金真的很難 因為這六個演員都是比較年輕的演員 他們要透過服裝 透過其他的道具 對 對 對 等等飾物 等等 可以轉換他們的角色 但我覺得要演 就是 確實是 譬如演波金 或者是 黃淳欣後來也要演幾個角色 除了Elizabeth 然後去馬南里那些角色 演去轉換的時候 我覺得 嗯 就是 那種的深度 或者小說的普國的切入點 如果是 那種對於權力欲底下的 如果所有人都是最後都是犧牲品的話 這個是我所理解的小說的重心的話 當然這個權力的漲壓 另一個更大的就是英國的大國的權力 這個是背後的更大的 這個小說裡面 如果真的要進入到這些主題 進入到這些 很密心的這些人物 或者是背後的 去怎樣去帶動這些人物 做不動的 我覺得那些演員是 我感覺上很難做得到 做得很有說服力 那這個是整個演出我覺得是可惜的 因為我覺得那些演員本身是很用力的 做的 但是我覺得 在那個舞台上面很難去 透過他們演 轉換不同的角色 又要兼顧著序事和角色 而要兼顧著不同的年紀 這些角色有不同的年紀和背景等等 要不斷去轉換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難做得很順暢 所以我觀察就是 有少許是力不倒好 是的 因為這次我想對於演員特別的 挑戰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其實他們的體能 或者他們需要的形體能量 我相信是導演這次譚文明 給了他們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他們要在作品裏面 整個表演裏面 他們不斷是要做一些很複雜的動作 可能同時間和那個序事一起去做 有些時候就算你不是在那個角色的狀態裏面 其實你也是在做一些連貫地去做某些動作 例如一些瑜伽的動作 或者是一些可能是一個運動的狀態 演員基本上是不能停下來的 我覺得這個狀態裏面 比我們也都可以似乎是感受到 演員想透過或者可能導演 都想透過一個很特別的身體的處理 令我們好像可以找到 或者嘗試去找到一個在表演上 不同的狀態去捉住剛才有提過的 裡面的一些主子 但因為其實正正就是這件事的高難度 有些時候我自己去思考 為什麼他要有特別的一個不同的動作 走出來呢 而他那個所謂主的小說的序事裡面 又用一個相對地寫實的方式 無論你剛才你說的服裝 還是他用的道具 甚至他其實都沒有抬很多的裝置 都嘗試去建構一個氛圍的時候 那些動作 譬如一些瑜伽的動作 或者是一些形體的處理 我自己是接通不到兩樣的狀況 所以剛才我之前有說格格不入 或者是有個落差 我自己是嘗試去找那個連繫 但對我來說是有點困難 這方面表演上 不知道正恆怎麼看 對 因為我不知道瑜伽的運用到底是怎樣 因為我唯一要去捕捉它 我覺得是因為當時緬甸是英國 英屬印度的殖民地 所以有些難打印度的關係 所以可能我想引用這一點 所以好像用了這一點 但其實裡面有很多東西 我覺得有一點不自然 就是剛才你說的那個 可能現在或者是角色那種不斷的轉換 有一種難度 因為已經不同年紀 不同身份 不同膚色 不同種族 不同比例的角色 也都包括有時候加了一些 不單止剛才你說的 可能有些少價不入 其實還有一些 可能加了一些小說以外的文化 當然我覺得任何改編都是改動 我是完全開放態度 因為我覺得最好不要太跟得太足 但是可能加的時候 或者是改的時候 譬如加了一些對白 譬如花非花無非無之類的 我覺得好像不太緊構到 有很多這些改動上面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未必 還有一個例子 不如舉個例子 就是 我猜他想深一層 就是他引用了Ever Saeed 是 是 沒錯 我覺得是 用Ever Saeed 去說George Royer 是對的 但是怎樣在那個劇場上 說得到 用得到 就是各種西方 東方主義那種 就是西方人 如何透過東方來看他們 去形式他們 就是透過他們 來講他們眼中的東方故事 形成東方主義 我猜這個 在理論上 那個也是適合到緬甸歲月的文化 但是 怎樣可以結合得好呢 以及 已經很 畫公仔畫出場的 度出來 我猜 欣不欣賞就會是 師傅 觀眾如何期待 或者如何接收 是 因為中間 剛才你提起 薩依這一點 我也有 現在想回當時的一個情境 因為 這個情況就是 其實他 我想 作者 或者改編這次的文本 都想用一些不同的文章 可能做到一個 叫做跨文本也好 還是把不同的文章 交織回他的看法出來 但是有些時候 的確如果用薩依的文章 可能是 因為本身這個小說的序事 或者這個小說本身已經有一個很強的 大家都知道他想說什麼的時候 其實可能薩依的文章 再透過這個文章 展述多一次 其實我們都想期待 聽到或者看到 多一些不同的 在香港 現在 今時今日 我去看這個文章 所謂的全息 或者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 做這個文章 我覺得這件事 似乎是 香港的觀眾 比較期待些 去到見到的 當然你說有沒有這個元素 我覺得可能去到戲的尾聲的時候 多多少少可能我們都會 扣連到一些 可能現在的某一些 大家的思考 但是這個部分 我覺得可能 有似乎未必在作者 或者是今次改編的 創作人的主力裡面 所以其實我也覺得 似乎在表演上的探索 或者透過演員的整個的 ensemble 去處理小說的序事 我覺得似乎是今次 他們創作裡面一個主要的動機 例如我自己都 比較欣賞的就是 音樂的某些 氛圍的構成 因為音樂放在一個比較高的位置 我覺得這個情況 都給我 有些狀況 是可以投入到 在那個作品裡面 至於中間 譬如有說到 譬如有些聲音 一些不同的所謂聲音的運用 或者是可能殖民者 與被殖民者之間 那個權力的一些情況 證行可能你會有一點點看法 因為在這個部分 其實在表演上 剛才即使我們說到 有格格不入 但其實可能 你也看到創作人 有一點點的安排 令到我們可以看到 中間的一些落差 我覺得最後都是要 其實他有很多欣賞 可以欣賞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他跟回那個劇情 而這個劇情 我覺得是難改編的 就是剛才我都說了 可能電視或電影 相對適合 他用一個比較簡約的方式 其實很考演員 如何在角色轉換當中 可以把故事表達出來 而這個故事好像在一個精讀裡面 我們把緬裂的歲月很快去演一次 但我也想回應剛才Dunice說的 時代的意義上 我覺得似乎有一點點的現象 可能是很難直接去表達 無論任何問題都好 我猜在香港這個處境下 可能不是能夠很容易地場所欲言的處境下 他迂迴地說一個 其實同權力的宰制 或者是一個帝國與邊緒之間的故事 我覺得這個用心 其實我都是 我自己都很感受到 創作人的這個 選取上 我覺得都是很有事例特色的人 這個都是我在這個地方欣賞的 正如我很多 我不知道 很難的 我還是很期待 如果有劇情可以做1984 更加很適合 因為我們這個 因為可能任何一個年代 特別在這個年代 始終1984都是很 對於權力的審視 最成熟的一個作品 就是George Orwell 也是最深刻的一個作品 影響力最大的作品 所以可能會是一個挺好的入圍 也是一個挺好的角度 就是我們走開去George Orwell 最著名的小說 看看他當初的初衷是怎樣 或者那種對權力的眼光是怎樣 我猜在這方面 算是迂迴地達到 這個劇本身改編的一個實意 是 我想在現在來說 即使在疫情過後 其實開放給大家 無論是演出也好 還是看作品也好 但可能我們都要習慣用一些不同的方式 去閱讀舞台上的符號 很容易遲到創作人的一些想法 我想觀眾也都 我覺得這也是對於觀眾來講 或者創作人來講 一個挺好的訓練 或者一個挺好的嘗試 我們其實都繼續用這種方式 希望可以再找到多些不同的探索空間 今天很感謝正行來和我們分享 這個浪人劇場的一個文本 但必須要說回 其實浪人劇場也是一個很有心機的團體 他們這個長刊 是設計精美的一個單章 雖然其實這個單章 我也是在這個場地才看到 因為中間完全沒有什麼機會看到 但他們都用一個很短的時間 製作了一個長刊 我覺得也是非常值得支持的 一個本地的藝團 今天很感謝正行來和我們分享這個作品 我們下一集的演後瓶再跟大家聊天 拜拜 我已經開始了 我已經開始了 好聽喔 我有事 我已經開始了 我已經開始了 印象很rawn